第一条,契税之征收,依本条例之规定 第二条,不动产之买卖,成点,交换,赠予,分割或因占有而取得所有权者,均应申报缴纳契税 但再开真土地增值税区域之土地,免真契税 第三条,契税税率如下 一,买卖契税为其契价6% 二,点全契税为其契价4% 三,交换契税为其契价2% 四,赠予契税为其契价6% 五,分割契税为其契价2% 六,占有契税为其契价6% 第四条,买卖契税,应有买售人申报纳税 第五条,点全契税 应由点全人申报纳税 第六条,交换契税,应由交换人估价利器 各就承受部分申报纳税 前向交换有几副差额价 其差额价款,应依买卖契税税率克针 第七条,赠予契税,应由受赠人估价利器 申报纳税 第七之一条,以不动产为信托财产 受托人依信托本指以转信托财产与委托人以外之归属权利人时 应由归属权利人估价利器 依第十六条,规定之旗线申报缴纳赠予契税 第八条,分割契税 应由分割人估价利器 申报纳税 第九条,占有契税 应由占有不动产依法取得所有权之人估价利器 申报纳税 第十条,先典后卖者 得以原纳点权弃税额 抵缴买卖汽税 但以点权人与买主同属义人者为限 第十一条,依法领买货标购公产 及向法院标购拍卖之不动产者 仍应申报缴纳汽税 第十二条,反以迁移 补偿等变相方式支付产价 取得不动产所有权者 应照买卖汽税申报纳税 其以抵押 借贷等变相方式代替设点 取得使用权者 应照点权汽税申报纳税 建筑物于建造完成前 因买卖、交换、赠予 以承受人为建造执照 原始起造人或中途变根起造人名义 并取得使用执照者 应由使用执照所载起造人申报纳税 第十三条,第三条所称契价 以当地不动产评价委员会 评定之标准价格为准 但依第十一条取得不动产之 移转价格低于 评定标准价格者 从其移转价格 不动产评价委员会组织 由财政部定之 第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免贞弃税 一,各级政府机关 地方自治团体 公立学校因公使用而取得之不动产 但供营业用者 不是用之 二,政府经营之油正事业 因业务使用而取得之不动产 三,政府因公务需要 以公有不动产交换 或因土地重化而交换不动产 取得所有权者 四,建筑物于建造完成前 但依第十二条第二项 规定应申报纳税者 不是用之 五,建筑物于建造完成前 其兴建中之建筑工程让与他人 继续建造未完工部分 因而便跟起造人名义为受让人 并以该受让人为起造人名义取得使用执照者 第十四之一条 不动产为信托财产者 于左列各款信托关系人间 以转所有权 不克真气税 一,因信托行为成立 委托人与受托人间 二,信托关系存序中受托人变根时 原受托人与心受托人间 三,信托契约明定信托财产之受益人 唯伪托人者 信托关系消灭时 受托人与受益人间 四,因以主成立之信托 于信托关系消灭时 受托人与受益人间 五,因信托行为不成立 无效,解除或撤销 委托人与受托人间 第十五条 依前条规定免税者 应填据契税免税申请书 并检付契约及有关证件 向主管机甄机官生 请发给契税免税证明书 以平办理权利变根登记 第十六条 纳税义务人应于不动产买卖 成典,交换,赠予及分割契约成立之日起 或应占有而依法申请为 所有人之日起三十日内 填据契税申报书表 减付公定格式契约书及有关文件 向当地主管机甄机官申报契税 但未办建物所有权第一次登记之房屋买卖 交换,赠予,分割 应由双方当事人共同申报 不动产以转发升纠分时 其申报契税之起算日期 应以法院判决确定日为准 向政府机关标购或领买公产 以政府机关核发产权 以转证明书之日为申报起算日 向法院标购拍卖之不动产 以法院发给权利 以转证明书之日为申报起算日 建筑物于建造完成前 因买卖,交换,赠予 以承受人为建造执照 原始起造人或中途 便跟起造人名义并取得使用执照者 以主管建筑机关核发使用执照之日 其满30日为申报起算日 第十七条 主管机申机关收到纳税 以误人之契税申报书表 即所付证件 应及填给收件清单 加盖机关印信及经手人名章 交付纳税义务人殖存 第十八条 主管机申机关收到纳税义务人 弃税申报案件 应于15日内审查完郡 查定因纳税额 发单通知纳税义务人 一线缴纳 主管机申机关对纳税义务人所检送表件 如认为有欠完备或有疑问时 应于收件后7日内通知纳税义务人补证或说明 第十九条 纳税义务人应于基申机关核定缴款书送达后三十日内缴纳 第二十条 删除 第二十一条 删除 第二十二条 删除 第二十三条 凡因不动产之买卖 成点 交换 赠予 分割及占有而办理所有权登记者 地政机关应凭缴纳契税收据 免税证明书或同意移转证明书 办理权利变更登记 第二十四条 纳税义务人不依规定期限申报者 每于三日 加真应纳税额百分之一支贷报金 最高以应纳税额违限 但不得超过新台币一万五千元 第二十五条 纳税义务人不依规定期限缴纳税款者 每于二日 加真应纳税额百分之一支贷纳金 与其三十日仍不缴纳税款及贷纳金或前条支贷报金者 移送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六条 纳税义务人应纳弃税 逆报或短报 经主管机真机关查德 或经人举发查明属失者 除应补缴税额外 并加除以应纳税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支罚还 第二十七条 删除 第二十八条 删除 第二十九条 汽税由直辖市集限 市 税捐机贞储贞收货乡 镇 市 区公所待贞之 第三十条 在规定申报缴纳汽税期间 应不可抗力制不能如其申报或缴纳者 应于不可抗力之原因消灭后十日内 声明是由 经查明属实 免于加贞代报经或致纳经 第三十一条 删除 第三十二条 告发 告发或检举纳税以误人逃漏 逆报 短报或以其他不正当之行为逃税者 基针机关得以罚还百分之二十奖给举发人 并为举发人绝对保守秘密 前项告发或检举奖金 基针机关应于收到罚还后三日内 通知员检举人 限期领取 公务员为举发人时 不是用本条奖金之规定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条例九十年五月二十九日修正条文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 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日期 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日期 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日期